但您看到国内外都有人跟僧使呢 一瞬间擦身而过 在国外有人差点被飞机撞上 而在台湾的苗栗 我们先带您看到 在路上骑车千万不要跟大型的车辆靠太近 苗栗一名66岁的徐姓老先生 他骑着机车要右转 但却太靠近前方也是要右转的油罐车 因为类伦差的关系呢 老先生连人带车被油罐车的车身给撞倒 机车跟老先生都滑进了车底卡住了 幸好油罐车的司机当下呢 从后照进看到老先生 立刻刹车停住 老先生才没有被卷进车底 路口有两辆大车要右转 一辆货柜车转过去后 另一辆油罐车也跟着右转 这时一台机车骑过来 非常靠近油罐车 已经进入了内轮差范围 油罐车一转就擦撞到机车 骑士连人带车一起倒地 而且还滑进油罐车车底 消防队接到报案赶到现场 发现机车骑士是一名66岁的 徐姓老先生 他的左脚卡在机车和油罐车的 防撞杆中间 消防队出动机具 小心翼翼 将老先生卡住的左脚拉出来 老先生非常幸运 左脚只有15公分的轻微撕裂伤 警方说开油罐车的驾驶 在车祸发生第一时间 从照后镜发现撞到老先生了 就立刻刹车停住 没有继续往前开 不然老先生就会被撵过 因此呼吁在路上骑车 一定要远离大车 千万不能太靠近 大型车辆也要加装视野辅助系统 多点防护 保护自己 也保护别人 华市新闻 雄木兰张峰五少七秒例报导